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历史上曾早有洞窟83个 现存57个 其中40多个洞窟里会有壁画 总面积达1200平米 是吐鲁番现存石窟中洞窟最多 壁画内容最丰富的石窟群 但很可惜的是 在历史上经历了伊斯兰圣战 西方帝国主义探险家的掠夺 以及二战的摧毁 仅存于是的已经寥寥无几 从公元五世纪开始 一批虔诚的工匠们 来到了这个名叫博兹克里克的地方 要为他们心中的信仰 找一个精神归宿 于是不畏艰险的 在悬崖上举起的千锤 开凿洞窟 因为佛教徒修行 时时刻刻离不开观像 接着雕塑师画家们也来了 他们带着自己毕生的心血 参与到洞窟绘坏艺术的创作中去 因为吐鲁藩位于古代西域的东门户 中西交通往来的十字路口 所以这里的壁画风格 首先承接了中亚的艺术元素 但是历史前期以汉人政权为主导 所以又吸收了中原的绘画内容与风格 尤其是在唐西周时期 吐鲁藩纳入了中原的管辖范围 因此 这个时期的壁画创作 大多与墨高窟同时期流行的绘画题材相同 出现大量的金变化 绘画场景恢弘大气 公元九世纪中叶 来自北方的回湖人南下 在这里建立了高昌回湖政权 这个时期 博兹克里克迎来了开凿的高峰期 同时 来自于游牧民族的回湖人 也为这些壁画带来了新鲜的学业 最初的时候 回湖人是在中原粉本的基础上进行创作 尤其是重新绘制的唐西周时期流行的西方净土金变化 后来 更是逐渐发展出自己流行的绘画主题与风格 其用色热烈而奔放 以暖色调为主 大部分洞窟都用紫色打底 壁画绘画的时候 一般先用淡墨打底稿 然后肤色填彩 最后用宝占颜料的铁线来定稿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二次窟 也就是德国考察队乐哥克最先发现的带有回湖供养人的洞窟 可以看到回湖壁画对于人物的绘画的一个典型特征 那就是其造型非常饱满 人物形象挺拔稳健而有力 回湖贵族男性头戴连半型宝足管 身穿用华丽衣料检查而成的圆领宽袖长袍 脚灯黑色长筒靴 中束腰带 而贵族女性体态丰满 身穿嵌色窄袖通居乳裙 领口刺绣卷草纹 两鬓盘起 头戴传心罐 发际上插满拆环 两耳还各带一只垂间的金耳环 画面右上方有回湖文榜题 此为高贵的王后之相 在吐鲁藩的石窟中 回湖男性和女性的服饰可谓是千变万化 它在原有游牧民族服饰的基础上 兼收并续中亚与中原的特色 创造出属于自身民族的审美与时尚 而这种穿衣与生活时尚更是一度流行于中原的唐朝 回湖衣装回湖马 讲述的就是长安大街上少年对回湖时尚的追逐 这块位于十八窟仅剩两脚的壁画 绘画的是鹿野院说法图 其讲述的是释迦牟尼在菩提加耶误道成佛后 徒步悉行来到鹿野院 随后就在这里 对父亲金饭王派来照顾他的五个随从讲解佛法 五人顿悟后立即披上袈裟 成为世界上最早的佛教僧侣 至此 这是佛法僧三宝初次齐聚的第一次说法 也是佛教寺庙的最初雏形 在佛教历史上被称为初传法轮 早在中亚的贵双帝国时期 一些时刻就描绘了鹿野院说法的场景 佛雕中的佛陀截加夫座 台座的法轮柱下方一对卧路背靠背 表明该事件的发生地为鹿野院 佛陀右手高举无位意 左手齐鞋一圆 佛陀地址分坐在佛陀两侧 听其说法 这种刻画布局形式 传到中国一直都还存在 一般对鹿野院的佛陀与地址的背景绘画 都极为优美 十八窟的这块壁画 有着浓烈的回弧风格 虽然没有打破绘画布局 但是运用了数绘结合 虽然塑像和绘画大部分已毁 但是依旧掩盖不掉后面壁画的经验 正中央为一小河 小河两岸各规沃一头路 两边为花草树木 在这里 回护的画师并没有趋向写实进行风景绘画 而是将这些植物河流等图案化 装饰化 采用了几何直线 波浪线 以及卷曲纹 来表达心中对美的意境的理解 再加上丰富多彩的用色 给人一种极为耳目一新的感觉 事实上 这种图案化的装饰 在博兹克里克其他洞窟都有很多体现 随着回护人统治图鲁藩地区时间的推进 由于新疆周边各地区的佛教均被伊斯兰教占领 众多佛教徒纷纷迁移 高昌地区为新疆地区佛教兴盛的地方 其余地方的佛教徒纷纷迁移至此 进一步推动了佛教洞窟的开凿与壁画的创作 因为与周边战事与冲突频繁发生 一些洞窟中很多表现涅槃精变的内容 让佛教信徒与民众无畏死亡 佛教也重新走向艰苦修行的道路 由于佛教徒遵循自修苦行的观点 所以这个时期佛教壁画多为佛本型精变 也叫寺院图 寺院图累积在博兹克里克史库中达70多幅 这种画面的构图形式比较单一 趋于格式化 但佛像造型优美 色色协调热烈 线条勾勒规整 一般情况都是 画面中央为身躯高大的立佛 头偏向于供养人或主要供养人的一侧 手撕各种印记 双脚踏于盛开的莲花或牧传及供养人的步伐之上 两侧会天王 婆罗门 菩萨 天部 佛地址 金刚等 佛头之上各有一带状绑题牌 用梵文提名供养者身份 供养对象和供养物品 虽然构图比较定式 但是在定式化中偷渡着灵活的韵笔变化 比如佛陀背光和头光里 我们再次看到了回湖人 用并排的直线 曲线纹 以及卷页纹这种装饰图案 每幅画幅之间 用单支藤蔓花绘 以二方连续的形式间隔 但是每一幅仔细观察都不尽相同 而佛陀周边的婆罗门 供养人等 很多是红发绿眼睛的 应当是来自于中亚的苏特人和波斯人 也体现当时的吐鲁凡地区 因为宗教开放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商人生旅 再次汇聚 寺院画从图像来看 是礼拜供养佛陀的图绘 即世尊前生时 在过去佛之下发成佛寺院 并礼拜供养修行 自过去佛获得未来成佛的授祭主题 比如这佛打动人心的壁画 描绘的是释迦佛前生为婆罗门师 当他看到这位极光明与圣玉余生的 燃灯佛之后 向佛供奉了七青莲花以供养 燃灯佛右手拈花 左手下垂 佛衣衣纹紧瞎 体态明显 如潮衣出水 右下角释迦摩尼佛的前生 伏长发余地 并五体投地地请燃灯佛见度 燃灯佛赶其自成 决定为释迦摩尼佛授祭 最上方婆罗门文翻译为 赤剑燃灯佛多文甚可爱 以七青莲花作繁治持共 此类词运画最初的人物布局及特征 依然是源自于贵双帝国坚托罗斯克 但是回湖的画师重新构图 利用手中的画笔把这些故事生动的绘在墙壁上 创造出了属于高昌地区独有的绘画风格 比较有意思的是 由于寺院图所在洞窟空间高 一般高度都有近四米 但是走道却很狭窄 特别是永道内 佛教信徒在礼拜佛像时 只能近距离观佛 所以 回湖画师在绘画的时候 为了解决视觉差 他们把投足的比例夸大 适当缩小腰手的比例 这样在狭小的空间内看画 人物显得比例匀秤 视觉舒适 全画效果和谐稳定 除了我们上面所说的西方净土经变 寺院图等 在博泽克里克83个洞窟里 有多达16个洞窟的圣壁壁画 是观音经变 可见回湖人对观音的信仰推崇之高 这幅来自柏林亚洲艺术馆的观音经变画 上面的祖尊观音像已不存在 但仅从下部的细节描绘 可以想见整幅壁画的精彩程度 下部正宗位置 幸运的绘画出莲花池上腾空的飞龙 左右歌会吉祥天女与婆首仙人 最两边的金刚力士恐武而有力 整体画面色彩艳丽 线条流畅 这幅千手千眼观音菩萨绘画 是现今仅存的来自博泽克里克洞窟里的唐卡 如今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东宫博物馆 整体有着浓烈的密教绘画风格 唐卡的构图工整严谨 犹如曼陀罗 在汉地佛教艺术中极为少见 并且穷尽奢华 多数用了精彩装饰 而在同一展馆的另外一件文书辨壁画 更是气势恢弘 从文书菩萨及其眷属 从虚空之中降落至五台山 到周边云雾笼罩着山巒 山巒上的建筑 以及建筑周围的信徒 再到人物的服饰 以及装饰都绘画得淋漓尽致 细节之处处处透露着惊艳 虽然继承了敦煌墨高窟 159窟的布局 但在艺术审美上丝毫不逊色 此外 行道天王图 六道轮回图 等都是伯茲克里克 比较有代表性的壁画 堪称佛教艺术真品 总体上来说 伯茲克里克壁画 继承了唐西周时期的传统 其绘画风格 以中原画风为主导 与毗邻的敦煌石库壁画相近 兼集球词与中亚艺术元素 融汇贯通之后 形成了其独处一致的回弧风格 其具体表现方法和艺术效果 都远远超过了同时代 其他佛教中心壁画的艺术水平 在这方面 高窗壁画 看领一代佛教壁画艺术水风骚